全天候狗仔对视的我们直击到就是Ella 还有Selina跟他们的那个老公一起去打羽毛球 那Hebe到底约了谁呢 她只能工作啦 难得看到Selina老公和Ella老公难难合体啊 苹果千万在台北体育馆之际老公们陪Selina Ella打羽球 马来狗打到都失了 她老婆Ella跟Selina在场边纳粮 其实他们还是有下场打球啦 加上工作人员分成男双女双 哎呦 梁静如的老公也有来打球哦 Selina和工作人员同组 各位看Ella动作超名劫的啦 诶 她手臂好像没有穿压力衣哦 上回大秋式 手臂大腿原始他要精进 看来这次附近又跟进步了哦 首都可以摆脱压力衣 不过达到一半 Selina和Ella是火眼睛来着后 马上就发现跟拍 一行人打了约磨两小时 才离开休酒去吃虾 就在这个moment 就发现熟悉的天影哦 是跟Hebe传绯闻的张若涵 莫非是三缺一的Hebe 拍来地不得哈 课完下大家就鸟瘦三啦 牵牵牵牵手 你们刚没有吃饱吗 可是感觉想要来继续续托 续托而已 没有 只是走一走才发现原来这边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想要帮忙一下这样 够在上前访问Ella和老公很大方 依旧亢丢丢丢你 你会传出好消息了吧 你说最近吗 对啊 没有啊 还早啦 好 可是刚才你穿的比较宽松 你很讨厌 只是只是纯粹 纯粹为什么今天三缺一 Hebe沒有人 他晚上有工作啦 他在ADLIVO突然唱歌啦 在那边唱歌是助唱吗 不是啦 活动啦 你们都没有去看他们 你们两个比较重要 你刚才签那么紧 你完蛋 得到Hebe了 诶 我们一恨关系Hebe的好备 昨天下午就被苹果拍到载拍MV SHE 睽我两年 终于合体出专机了 Hebe有空档就先跑来上工咯 苹果娱乐新闻11月底就听得到咯 报道